平时你们在生活中是不是得到了这个 还想得到那个 得到了那个还想要更多 总是这样没完没了地想要得到 假如你能够做到不贪 不撑 不吃 那么你的心里就会浮现出你想要的那个答案 我们读金刚经的时候 其实是在唤醒自己的心 走上觉知的道路 走上用心生活的道路 靠谱讲说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消解精神内耗费勇讲国学经典系列 我是费勇 我的兴趣一直在佛学和国学 我非常希望和大家一起 从那些经历千百年考验的经典中 汲取智慧 让我们的精神更加自由 让心灵更加通透 假如我们希望自己成为一个透过现象 就能看到本质的人 或者说呢 假如我们想让自己彻底安静下来 那么我觉得也许 应该读一读金刚经 为什么要推荐金刚经呢 我想先分享两个小故事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第一个故事呢 是王二鸣传席录里面的 王二鸣有一个学生叫南大吉 他在绍兴做支付的时候 有一次问王二鸣 就说老师 我做官一定犯了很多错误 就您为什么从来没有提醒过我 王二鸣就问 那你到底犯了哪些错呢 南大吉就把自己的错误 一一列举出来 王二鸣听完就说 这些我都提醒过你啊 南大吉就很吃惊 就说老师您可能记错了 这些您真的没有提醒过我 那王二鸣就问 假如我没有提醒过你 那你是怎么知道自己犯了错呢 南大吉就回答 他说这是良知告诉我的 王二鸣就说 我不是经常在讲良知吗 南大吉听了就会心一笑 又过了一段时间 南大吉又发现自己有更多的错误 就问王二鸣 做错了事改正还比较容易 但是你看我们心里出现错误 就不知道怎么去改正 王二鸣就开导他 心就像一面镜子 没有打磨和清洗的时候 容易沾了灰尘 要是心的镜子明亮了 哪怕只是飘来 一粒尘埃 在光洁的镜面上 也很难粘住 这是成圣的关键 就成为圣人的关键 他说你要继续努力 那第二个故事是佛经里的 就是佛陀有一次经过一个村章 那个村里的人正在经历一种社会变化 就像去前两年 我们整个人类社会 你看面对疫情 大家都会很迷茫 也会很苦闷 所以每一次有苦行生 或婆罗蒙教的教室经过 这个村里的人都会去寻求思想上的取门 都想去找答案 就找到怎么样应对 就像我们前几年 怎么样应对疫情 怎么样面对不确定性等等 但是这些苦行生和教士 一般都会说 我自己的理论 自己的方法有多么厉害 多么有道理 而别人的理论方法多么糟糕 所以村里的人他听得越多 困惑就越多 然后有一天 佛陀经过那个地方 他们知道佛陀是个修行的人 是个非常有名的修行的人 然后就问佛陀 佛陀就显现了完全不同的风格 佛陀首先他很谦虚 他说我很抱歉 我没有办法给你们答案 然后他又讲 就是你们之所以找不到答案 是因为你们太迷信权威 总想从别人那儿得到一个答案 然后佛陀告诉他们 只要就是你安静下来 关照自己的内心 就会发现 答案其实就在你自己内心 那村里的人就不相信 说没有啊 我心里没有答案 然后佛陀就问他们 就是平时 你们在生活中 是不是得到了这一个 还想得到那一个 得到了那一个 还想要更多 总是这样 没完没老地想要得到 那村里的人想了一下 确实是这样 那佛陀又问 那当我们想得到更多 然后得不到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的欲望满足不了的时候 会怎么样 那村里的人想了一下说 那当然会不高兴啊 甚至还会愤怒啊 觉得这个世界和自己过不去啊 那佛陀就又问 他说那当你们在不高兴的时候 愤怒的时候 觉得这个世界和自己过不去的时候 那会不会看不到愉快的东西 会不会对于周围的事物 看得不太清楚 那这个村里的人想了一下说 好像真的是这样 然后佛陀就说 就说呢 其实你们已经知道贪秤吃的作用了 贪就是你看欲望了 欲望贪婪 秤就是那个情绪 愤怒情绪 吃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各种观念 偏见就愚昧 你看 他说你们现在已经知道贪秤吃的作用了 已经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要把你内心的贪秤吃 把它清除掉 假如你能够做到不贪 不撑 不吃 那么你的心里 就会浮现出你想要的那个答案 那所以你看在王文明看来 只要找到了良知 其他的问题就凝论而解 那佛陀更进一步 从终极层面 讲清了生命的根本问题 就是觉醒觉悟 也就是说呢 只要你的心真正清静了 真正觉悟了 那么人生的一切都不是问题 而金刚经所讲的 就是如何觉醒 如何觉悟 所以呢 我们读金刚经的时候 其实是在唤醒自己的心 走上觉知的道路 走上用心生活的道路 那金刚经的全名字叫做 《轮断金刚波罗·波罗蜜经》 它是佛教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 有人认为它是佛学的根本大法 那这部经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从它的名称上可以去体会 金刚 金刚是有两种意义 第一种 它指的是能穿透一切的迅门的闪电 第二个意思是最坚固的钻石 所以就是说金刚经讲了什么东西呢 它讲的就是说 当各种烦恼来的时候 就是我能够像迅门的闪电一样 击穿烦恼 一下子就把烦恼看透 一下子就把这个世界的各种现象看透 然后呢 我的心像钻石那样 任何烦恼不能动摇它 任何现象也不能动摇我 就是一下子我就能够把现象看透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 一下子就能够透过各种现象 看到真相 怎么样才能够像坚固的钻石那样 不受任何事物或观念的干扰 那金刚经它就说呢 靠的是波罗波罗蜜 波罗蜜的意思是到彼岸 波罗它的意思是智慧 合起来就是如何到彼岸的智慧 所以金刚经理讲的是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运用智慧 断除世间的种种虚妄 获得最终的解脱 达到生命的圆满自在 那么和其他的佛经相比呢 金刚经是篇幅比较短 它的文字也很朴实 一般的佛经你看往往有华美的想象 有那种神奇的比喻 层层的排比 但金刚经很朴术 它就是一部非常短小的平时的问答路 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都很平常 就大约某一天 很平常的一天 佛陀和他的弟子 先去外面挨家挨户的化缘 然后就回到奇数给孤独园打坐 这个时候 他其中的一个大弟子叫虚布提 突然站起来 向佛陀提了一个问题 然后佛陀就非常耐心的 循序渐进的回答了他的问题 在回答的过程当中 他们之间又不断的有相互的提问 那佛陀回答完虚布提的问题之后 特别有趣的是什么呢 就虚布提又重复问了一次同样的问题 然后佛陀并不觉得他重复 又很耐心的做了一次解答 所以金刚经这部经典 蛮具有那种戏剧性的 整个经典里面描写的场景 很像一出那个舞台剧 结构很简单 就是前后两个部分 那前面部分就佛陀回答虚布提的第一次提问 那后面那一部分是佛陀第二次回答 虚布提的那个提问 那虚布提到底问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虚布提问的是这样的 他说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呢 那么整部金刚经都是佛陀对这样一个问题的两次回答 那佛陀到底讲了什么呢 或者说金刚经理到底讲了什么呢 我是觉得可以用两句话去归纳 那第一句就是见诸相非相 既见如来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看到各种现象的时候 绝知道这个现象背后的运行法则 那么就是接近到了事物的真相和本性了 那第二句话是因无所助而升其心 大概的意思就是对什么都不执着 只是随缘地起心动念 要想理解这两句话呢 我是觉得先要去弄清楚法和相这两个字 那么法这个字在金刚经理是经常出现 它大概有三个含义 第一个是指各种各样的现象 比如说金刚经理说 菩萨与法因无所助行与不失 就是说菩萨对于各种现象没有任何执念 只是按照本心去不失 那么这个法就是意思是各种现象 那第二是语言层面的佛法 说法者无法可说世明说法 就是讲佛法的人 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佛法可以去说 这个只是假名为佛法 那第三个意思是终极层面上的 超越了语言的法门 就是佛陀在菩提树下 悟到的终极的法门 就是如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不可说 就是如来所说的终极的解脱法门 你是无法就是用语言去获得 无法通过语言去解说 所以当之世人 成就第一稀有之法 那这个法也是终极的法门 就是说应当知道 这个人成就了至高无上的法门 那么关于法呢 金刚经理还有一对概念 就是一般人会觉得很难理解 一个是叫法 还有一个叫非法 这个非法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 就是说你干了那个非法的勾当 它不是这个意思 金刚经理有句话就是说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就是法是对于存在的肯定 非法是对于存在的否定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意思是 就是我们对于存在的肯定 都应该舍弃 那么对于存在的否定 也应该舍弃 也就是说 我们对各种现象 对这个世界 既不肯定 也不否定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可以好好体会一下 恩格斯在那个反杜林论里面 他就说 这是一种高级的思维方式 叫辩证法 什么叫辩证法呢 就是肯定的同时 又在否定 所以就是说 你看明白了法和非法 就比较容易理解 金刚经到底在讲什么 那么法的显现 或者说法的存在方式 就是像 就是像 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 那金刚经理认为 就是说 我们个体的生命 就是每一个人 实际上是困在了四种像里面 第一个就我像 就是我 你看 我像 然后第二种叫人像 人像大概 宽泛的时候 就是人类 整体的一个 你看我是个人 所以我有人类的意识 然后第三个是众生像 众生就是说 你看 是那个整个大自然的 这种存在的 有情生命 无情生命 宽泛的时候 都可以叫众生 那第四种像是受者像 你看就是我们总是 生活在一定的时间里面 所以就是说 你看我的寿命 还有某一个时期 所以就是困在那个时间意识里面 或者说时间的这种样子当中 所以为什么说困在四种像里面 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安静下来 可以想一想 实际上我们自己的一切的一切 就是你看你可以离开你自己的身体 可以离开你自己的内心 可以离开人类社会 就是你可以离开大自然 就是你可以离开时间 所以你看佛陀才说 凡所有像皆是虚妄 落见诸像非像 寄见如来 所以这个像字 可以大概的解释为现象 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那种现象 包括了你看物质层面的现象 当然还有概念层面的现象 就是我们能感知到的一切 以及就是我们头脑里所有的概念 那佛陀说呢 所有的这些现象 其实都是虚妄的 不真实的 其实都是一种假象 那这里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虚妄不等于不存在 不等于没有 就是虚妄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些现象其实是存在的 但是呢 它们是变换不定的 是无常的 所以就是说佛陀才说 若见诸像非像 寄见如来 意思是说 你见到这些现象 同时又能不被这些现象所迷惑 能够透过这些现象 看到那个本来的样子 他说那么你就见到真正的佛了 就是你真正觉悟了 但是我们一般人就是说 很容易就是说 把假象当作了真相 所以金刚经理你看 用了一种句式叫三句意 他来解释 为什么凡所有像 皆为虚妄 那也可以说是一种具体的修行方法 佛说 波罗 波罗蜜 祭妃 波罗 波罗蜜 世民 波罗 波罗蜜 那这个是金刚经理 反复使用的一种句型 实际上就是说 他非常形象的 我觉得就是说 解释了就 为什么是凡所有像 皆为虚妄 就是说你可以去做一个练习 所有的东西 实际上你都可以用这种句式 去练习一下 你说看到这个人 比方说看到费用吧 你说这个人是费用 其实不是费用 他只是名为费用 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看我是叫费用 但是你看全世界 叫费用的人很多 还有一个就是说 那你看我现在长了这个身体 那到底什么是费用呢 是我的眼睛吗 是我的那种意识吗 还是是我的那个身体呢 所以就是说你看 就是我这个人叫费用 只是一个名相 只是一个名称 姑且就是用费用这个名字 来指代我这个人 但我真正这个人 到底是谁呢 就是我真正的自我 到底在哪里呢 那这个是三句意 他要表达这个意思 所以他意思就是 我一看到费用这个人 既肯定这是费用 但同时又否定 他其实不是真正的费用 然后你看佛说 波罗波罗蜜 既非波罗波罗蜜 是名波罗波罗蜜 就是佛罗蜜 就是佛陀讲的去彼岸的智慧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去彼岸的智慧 只是用了一个语言的名称来指代它 假如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说你看 佛所讲的解脱的智慧 其实并不是解脱的智慧 所以叫做解脱的智慧 好像是一种语言游戏 那佛陀你看用这样的一个句型 他想要表示什么 想要我们领悟什么呢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 佛陀讲所要告诉我们的 就是说所有的名相 其实是一种假相 就是你看我们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 就是我们生活的所有的 所有的那种现象 所有的你看整个那个社会组织 各种各样的东西 你看都来自于人类因为发明了语言 发明了语言以后就发明了概念 然后就引申出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 制度你看等等 那这些名称概念就束缚了 就是我们的心灵 因此解脱的第一步 就是你要去掉那个名称概念 去掉去找寻什么呢 找寻那个被名称概念遮蔽了的 真实的存在 就是名称只是一个名称 但是我们往往活在 名称所构成的世界里面 我觉得有一个佛经理有一个故事 就特别能够说明这种现象 他就说有一座村章 就离王宫大约是五里的距离 所以那个村章就叫做五里训 那个村民每天就是为国王送水 日子久了呢 大家觉得很累 想要搬离这个村子 然后村长为了劝大家留下来 就去请求国王把那个五里改成三里 让村子离王宫近一点 你仔细琢磨一下 那个村长居然请求国王 把那个五里路改成三里路 让村子离王宫近一点 仔细琢磨一下 居然国王就同意了 当然更搞笑的是 大家又留了下来 当然有一个人他很清醒 他说这个很搞笑 他说距离还是原来的距离 改了有什么用呢 但是其他人还是相信 三里比五里少了许多 就是少了那个两里路 所以冷难为国王送水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 这个小故事你听起来好像很荒诞 但你仔细去观察一下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觉得好像每天都在发生这种事情 就是我们被那种概念迷惑了 就是经常好像 在很多那种概念的迷宫里面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换汤不换药 实际上离那个真相非常遥远 所以就金刚经理的三句意 它就显示了这种语言的无力 就是在真相或真实的世界面前 语言非常无力 不仅无力呢 而且很空洞 重要的不是三里路呢 还是五里路这个三里五里这个概念 而是实际上它所代表的距离到底是多少 所以就任何时候呢 就不要迷失在语言的丛林当中 就文明的叠加 使得我们离真实的世界越来越远 语持概念 以及与此相关的制度娱乐包围着我们 所以呢 解放的第一步 或者说觉醒的第一步 是对任何的语持 任何的表达质疑 在日常生活里呢 我们之所以被假象蒙蔽 很多时候我们接受了 人们正在使用的语持说法 理所当然的 接受了这些语持 理所当然的 认为是真实的 没有任何怀疑 那么另外一句话就是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四经纲经》里面可以说最关键的一句话 也是最终极的修行方法 那当年我们中国那个禅宗的六祖慧能 就是听到这句话就觉悟了 无所住 就是对于一切不执着 不执着呢 不是心不动了 像一潭死水 它不是这个意思 它讲的什么意思呢 你看无所住而生其心 就是当我面对一个现象的时候 首先你看到我没有成见 就是我把原来我脑子里各种各样的偏见 成见把它放下 还有把各种情绪放下 就是我面对这个人 或者面对这棵树 我只是把它看成这个人 当下就是这个人 当下就是这棵树 就没有任何附加的东西 就是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就在当下你看我把我原来的 在我脑子里的各种各样的观念 还有各种各样的情绪 当下我就放下 我只是看到这个东西 我只是你看让我的感觉打开 然后我只是看着它 没有评论 没有评论 而且也不会被这个东西把我带走 所以就说你看心还在动 心还在动 但是心就是摆脱了观念和情绪 但是还是回到了感觉本身 也没有任何占有欲 也没有分别心 那假如从生活哲学的层面看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成 就是说不要被对象所奴役 那不要被对象所奴役呢 这种事情在古代中国 在古代希腊都可以发现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老子 他的办法是不见可遇 就是凡是迎去我欲望的东西 我不要去见他们 也不要去听 也不要去看 那么就可以不执着了 比如一个美女 走到你面前 那最好你就闭上你的眼睛 因为没有看到 也就不会激起你的那种欲望 当然也就不会有烦恼了 那你看在犹太人那里很有意思 犹太教的教室 他说看那个美女 他不会闭上眼睛 他会看 看了以后他也觉得他很美 赞叹他的美丽 但是他赞叹的不是那个美女 而是那个上帝 为什么要赞美那个上帝呢 他说因为上帝创造了美女 所以就他把自己 你看对这个美女的欲望 转化成了对于上帝的仰慕 那么这两种方法 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样的 都是借这种 或者要么是压抑 要么克制来解决问题 那假如我们从心理学的层面看 压制并非不执着 而是另外一种执着 因为还没有放下 所以就需要压抑 需要克制 假如你能做到因无所助而生其心的话 就不需要上帝 也不需要闭上眼睛 所以禅宗里面 你看有一个故事 讲一个老和尚 背着一个女孩子过河 然后那个小和尚忍不住对师父说 师父你犯戒了 但那个老和尚说 我都已经放下了 他说你怎么还没有放下呢 那另外一个故事 就更加意味深长 也是一个禅宗里的故事 那对于我们理解 就是说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我觉得特别有帮助 他那个禅宗的故事是这样的 他讲一个老婆婆 就是供养了一个禅师 然后三年之后呢 他就让他的女儿 给那个禅师去送饭 但是送饭的时候呢 他让他的女儿把那个衣服全脱了 就是那个裸体去建那个禅师 他想考验一下那个禅师 到底修炼到什么程度 然后他那个女儿回来以后 就跟 就是跟他妈妈说呢 他说这个禅师很了不起 他见到我 完全没见到 就不为所动 但是没想到 他妈妈就是那个老婆婆说呢 他说三年只养了一个俗汉 就拿着这个棍棒 就把那个禅师就是赶走了 就大家可以 可以去领会一下这个故事 你看 那到底见到美女应该怎么办呢 见到美女 你看心不动 在金刚经看来 在那个禅宗看来 是 就是说是 是不可能的 就是你是刻意的 刻意的把自己 就是说那种欲望 或者说把自己那种 对美的这种感动 就是说 把它给隐藏起来 把它压制起来 那就是金刚经看来 这个好像也不是一个正当的 正向的这种方法 那应该怎么办 它是无所助而生其心 那你见到美女应该怎么办呢 那这个是中国禅宗里面 非常有名的一个公案 大家可以去琢磨一下 你生起那种邪念 当然是非常非常错误的 但是你看所谓的心不动 也是不对的 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 自己可以去领悟一下 所以就是说 你看因无所作而生其心 大概的意思是 对于存在的一切 不滞留 不执着 而心念流淌 那么木星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就是说 我经常以为 人是一种龙器 就是说里面装着快乐 装着悲哀 但实际上他说 人不是龙器 人是导管 快乐流过 悲哀流过 导管只是导管 各种快乐 悲哀流过 一直到死 导管才空了 那么疯子 就是导管的 淤晒和破裂 那这句话我觉得 一定程度上 它是非常文学的 解读了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那么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这句话在《金刚经》里 只出现了一次 但是把不执着 放下的含义 就讲清楚了 我是觉得 也是修心的一个终极法门 就是一个身 你看 就身 身机勃勃的身 就透露出无限的身机 很活泼的这种气息 就是你看 我们这一颗不执着的心 并非是使记的 也不是压抑的 而是身机勃勃的 是活泼的 所以归纳起来 佛陀就说回答 薛普席的问题的时候 他第一次的回答 颠覆了这个世界上 一切的像 就是他觉得 我们世界上 我们看到的一切 我们感知到的一切东西 其实都只不过是妄像 只不过就是一个假像 那么第二次的回答 颠覆了这个世界上 一切的念 就是我们脑子里面 或者说心里面 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念头 在佛陀看来 只不过是一种妄念 所以金刚经传达了一种 颠覆性的思维方式 就是对人类 感觉到的一切色相 表示了质疑 那么对于一切的观念 表示了质疑 对金刚经本身的观念 也表示了质疑 这个是我觉得在 全世界 人类有史以来的经典当中 好像只有金刚经是这样的 就是他连自己都否定了 你看金刚经理说吗 他说若有人言如来 有所说法 即为傍佛 假如有人说 我在金刚经里 讲了什么法门 讲了什么佛法 那你就是在诽谤我 也就是说金刚经 你看它是反对一切观念 就是我们要从 所有的观念当中解放出来 金刚经所要破除的 一个是妄想 第二个是妄念 它所要引导我们的 是在任何时候 就不论你遇到什么现象 都要明白这个现象 只不过是暂时的 都要追究一下 引起这个现象的原因 然后不论你生起 什么样的念头或想法 都要追究一下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念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它从什么地方来的 也就是说任何时候 不要被眼前的形形色色 以及各种沉见 就是内心的偏见所迷惑 要对真相保持觉知 金刚经也给予了 我们一种方法 就是从新兴层面 去解决问题 立足于自己解决问题 那么什么样的问题 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 找到根源性的问题 在解决根源性的问题 的过程当中 一切会变得非常顺畅 那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怎么样才能够买到豪车 豪宅 那对于这样的问题 我们可能要思考一下 就是我为什么要买豪车 豪宅呢 那提出这样的问题 肯定是因为钱不够 那我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虚荣心呢 假如是因为虚荣心 那么真正的问题 你应该去问 我怎么样获得尊重 那么如何获得尊重 才是真正的问题 在解决 如何获得尊重的问题的 这个过程里面 顺便把钱赚了 再比如就说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特别想赚钱 但我自己反思了一下 发现我赚钱的目的 其实是我认为 财富自由了 就可以不求人 就可以过自由的生活 那么这样真正的问题 是什么呢 真正的问题就是 我怎么样去寻找 一种自由的生活 所以就是说 把问题放在发心上 就人生就可以变得可控 而且不断成长 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 金刚经理 有一个重大的提醒 就是不要落落断灭线 因为金刚经讲空 讲无 你看 所以佛陀在金刚经理 又特别提醒 就是你不要陷入断灭线 就是不要以为 你看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就什么都不在乎了 就否定一切 就以为什么都不存在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如实地关照 那当你就如实地关照 你内心 你想要的真正的答案 就会浮现 你那个真正的自我就会浮现 所以金刚经强调的是 就是我们的心呢 应该回到本源 应该处于觉知的状态 就是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硬做如是观 就是如实地去观照 如实地去行为 遵循那个因果法则 做一个摆脱了一切 说服的觉知的人 做一个自在的人 所以就读金刚经 我觉得不是在做学问 而是实实在在地修行 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心呢 就是修炼成迅猛的闪电 坚固的钻石 无论什么样的形色 或者观念导致的烦恼 或者诱惑呢 因为我们都能够洞察清晰 都能够穿透现象 进入本质 就是无论看到什么样的形色 或者观念 都不能影响到我自己 我都能够安住 于自己本来的样子里面 所以金刚经讲的 并不是理论的推演 而是一种 你看实实在在的 生命证物 那么在今天呢 金刚经作为一种 古老的智慧 不仅没有过时 反而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代呢 帮助我们提升 心智 可以敏锐我们的洞察力 尤其是帮助我们 安顿我们的心 就是不管有多大的不确定性 都可以做到波澜不惊 都活在当下 在刹那完成永恒 我是费勇 假如你觉得这本书还不错 欢迎你点击右上角 分享转发给家人朋友 我在靠谱讲书 和你一起读书成长